在第一部分,我们将探讨趋势指标MA60 移动平均线是一种趋势跟踪指标 它通过创建不断更新的平均价格来评划价格数据 60日移动平均线在交易者中特别受欢迎 特别是对于中长期策略 它代表了过去60个交易日资产的平均收盘价 清晰地呈现了趋势方向 虽然MA60是一个滞后指标 意味着它跟随价格走势而不是预测价格走势 但这种滞后也是它的优势 通过平均短期波动 MA60过滤掉了市场噪音,突出了潜在趋势 从本质上讲,它帮助交易者识别与建立的趋势 并根据更大的局面做出明智的决定 当资产价格持续高于MA60时 表明存在强劲的上升趋势 相反,如果价格持续低于MA60 则表Solander明存在下降趋势 交易者经常使用这些信号来确认他们的分析 并根据当前的市场方向做出交易决策 在第二部分,让我们深入探讨交易者如何在他们的交易策略中利用MA60 MA60是一个用途广泛的工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用 今天我们讲中长线买卖指标 MA60战法 其要点为 1.60天线必须向上 2.跌破60线,3-5天左右无法重新站上卖出 卖出后重新站上,可以再次买入 3.卖出后如60天线向下,且股价位于60天线下方,不可再参与 4.如中长线被套,每次反弹到60天线附近,三达五天不能气稳,便是逃跑良机 我们再来看看最近比较活跃的个股,PLTR和RBLX 先让我们看看PLTR 该公司开始为美国情报部门开发软件,以协助反恐调查和行动,属于AI人工智能板块 从图我们可以看到 PLTR截止到2024年6月6日,周四日现图 1.目前已经连续三天过MA20、MA60,并拐头向上已经快形成金叉 从K线形态来看,也形成典型的红三冰 因此,后面大凯率继续看涨,任何回调都是加仓或买入的机会 2.我在群里有提示 PLTR可作为波段来做,每天在群里提示进展,即是否加仓或买入或减仓或卖出 3.PLTR前不久获得4.8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合同 这是一个较正面的消息 因此PLTR满足我们今天讲的中长线买卖指标战法 我们再来看看RBLX 从图我们可以看到,RBLX截止到2024年6月6日周四日现图 1.6月3日过MA20,并拐头向上,但目前连续两天未过季线MA60 今天在群里提示减仓 2.5月9日财报后中挫,随后出现买点 我在群里有提示,但仅作为强反弹来做 因此RBLX并不满足我们今天讲的中长线买卖指标战法 仅作为强反弹来做 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讨论与MA60相关的警告信号和行动 虽然MA60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但务必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和潜在的陷阱 其中一种情况是,价格在上升趋势中跌破MA60 这种破位可能预示着趋势反转,交易者应谨慎行事 跌破MA60并不总是意味着趋势反转 务必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交易量和价格走势确认 如果伴随看跌价格形态,例如头肩形态,出现大量跌破,则看跌信号会加强 如果确认破位,交易者可能会考虑收紧止损订单,以保护利润,甚至平仓 相反,激进的交易者可能会将此破位视为建立空头头寸的机会 旨在从潜在的下跌势头中获利 第四部分,技术分析,风险管理的基石 技术分析,包括使用MA60等指标,在风险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了解历史价格走势,并确定潜在的支撑位和阻力位 交易者可以就其进场点和出场点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设置止损订单是一项关键的风险管理技术 当价格达到预定水平时,这些订单会自动平仓,从而限制潜在损失 交易者通常在上涨趋势中将止损订单设置在MA60下方 在下跌趋势中设置在MA60上方 技术分析还可以帮助交易者确定其盈利目标 通过使用MA60和其他指标确定潜在的阻力位 交易者可以设定切合实际的盈利目标,并在达到这些水平时退出仓位 这种有纪律的交易方法有助于管计、离风险和保护利润 第五部分,将MA60与其他工具相结合以进行全面分析 虽然MA60是一个强大的指标,但与其他技术分析工具和基本面分析结合使用时效果最佳 交易者经常将MA60与其他移动平均线,例如20日或50日移动平均线结合使用 以确认趋势强度并识别可能预示交易机会的潜在交叉 此外,结合基本面分析,包括评估公司的财务状况、行业趋势和整体市场状况 可以为交易决策提供有价值的背景信息 通过结合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 交易者可以全面了解市场,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总之,MA60对于中长期投资者和交易者来说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通过了解其优势和局限性,并将其与其他技术和基本面分析 C技术相结合,交易者可以做出更明智的交易决策 并有可能改善其交易结果 请记住,没有任何单一指标可以保证成功 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持续学习和适应至关重要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任何技术战法、指标都不是百分百的正确 因此,一定要带好止损 而且要结合其他方面的考虑 例如,当前大盘环境、市场情绪周期、热点板块、其他技术指标等等 以便提高胜率 更多关于股票技术分析方法的具体细节和最新的例子 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 有关Discord群的连接已放在本视频下方 下期再见